大家好,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5.0前瞻汇总 300对换马 常驻五星自选 万叶终于up,周年庆送宠物 原神5.0前瞻总结 队长士兵属性单手剑 版本最高可得159抽 原神5.0版本的内塔前瞻直播终于到来了 这次直播带来了许多惊喜 首先,直播将于中午12点准时开始 而且将持续相当长时间 主要亮点之一是原神FES的到来 重点消息就是常众五星自选一年一次 终于来了 在内塔版本中将会新增5把锻造武器 尽管这些武器的强度尚未得到充分证实 但在前瞻直播中提到将会有互动活动 参与其中即可获得其中3把武器 这一举措对于新手玩家来说确实非常友好 此外,每个国度中登场的锻造武器都具有很高的泛用性 再加上送出的武器 让人期待内塔版本的上限 在5.0至5.3版本中 原神将增加原石奖励 每次奖励均为500元石 总计额外增加了2000元石奖励 此外,周年庆将在5.0版本中举行 届时将通过邮件发放1600元石 并提供1000-10年的福利 并外,还将赠送一个内塔宠物 这一系列福利确实让人期待 上半卡池的官宣与之前网上的消息一致 将会引入新的五星角色马拉妮和万叶的复刻版本 同时,四星角色卡奇纳也将在此期间加入池中 值得一提的是 卡奇纳将会在活动任务中作为奖励赠送 这意味着玩家将有机会获得这位新的四星角色 下半卡池将迎来基尼奇和雷电将军的复刻 玩家可以根据情况合理规划他们的原始使用计划 队长的属性被曝光 通过大佬的推断 我们可以猜测队长是兵属性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然而,从PV中可以看出 队长似乎是前来协助火神马威卡的 另外,大佬还统计了在5.0版本中可以获得的抽数 零刻玩家为125抽 小月卡为151抽 而大小月卡为159抽 奖励非常丰厚 不知道各位旅行者是否为之心动 拥有这些奖励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备战西诺宁和火神马威卡 西诺宁的一些技能和命座提升也被披露了 可以说言万叶当之无愧 首先是,异技能 减少36%抗性 四命可提升75%防御一次 攻20次 六命时 异技能持续期间 普通攻击带有200%到300%防御力加成 相较于六命牵肢的235%有着更高的效果 此外,专五还提升了防御力 普通攻击命中后可获得正10%防御力 最多叠加两层,并根据自身防御力为全队提供双爆几率加成和元素伤害加成 昨天的原神前瞻直播是否让各位旅行者满意? 可以说,这次的前瞻直播让一些老玩家热血沸腾,表现非常出色 令人惊讶的是,周年庆也安排在这一版本 这点让人意外 然而,目前还没有混池的消息 只能继续等待 此外,5.0版本上半的卡池中 四星角色也被曝光了 在前瞻直播中的演示画面 清晰展示了班尼特、辛燕、卡奇纳将会出现在四星卡池中 不知道各位对这次四星角色的安排是否满意 除了辛燕外,其他角色看起来还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